前往江西抗洪救災的 安徽消防救援总队 目前正在整装待发 准备出发前往灾区救援 而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 和民众的负担 救援队都带了必要的个人装备 以及预备了三天的食水食物 务求尽量利用每一分力量 来协助救灾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 发自江西的报道 对于参加抢险救援的人来说 第一重要的任务 就是去现场的救援 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需要进行充分的休息 这个休息是为了保证 更加有效的去救援 那么现场我们请队长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看起来像是一个 是一个废弃的一个仓库 那么现在是改成了 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 现在我们把这个仓库 作为一个我们的 我们指导员的一个宿营区 宿营区主要是单兵宿营 另外我们外面还有 我们一些保障的宿营车 每个宿营车还能保障30人 我们现在有两辆宿营车 这个两辆大的宿营车 还有两辆小的宿营车 保证一部分官兵 然后呢这边是 这里面是 简易的帐篷 简易的 这是我们这个子弹员 这个72小时 自我保障的必配装备 这是单兵帐篷 帐篷里面呢 配的有这个 这是我们的睡垫 这是我们的睡垫 那个里面呢是这个防潮垫 防潮垫 防潮垫 然后这边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单兵个人先行装备的 一个先行包 这个包里面装备了很多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睡袋 睡袋 这是睡袋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用的 跟帐篷是放在一起的 一个是配套的 这是配套的 然后呢 每个人配套的还有雨衣 因为在这个抗风抢险的时候 这个经常是在这个雨中进行的 这个也是睡觉用的这个防潮垫 防潮垫 对对 这是野外 野外这个我们住宿时候用的 这是军用雨衣 军用雨衣 这是救援的时候配合使用的 然后呢 这些靴子 这些什么背心 这是我们专业的这个 救援使用的福利背心 配的有电台 有这个割绳刀 有牛尾绳 有这个火尔拖鞋装置 这是我们在水域救援 特别是抗风抢险的时候 必配的各种装备 这是安全防务方面必须的 还有这个是 这个是就是我们的水域救援手套 救援手套 救援手套 这是这都是一套的 然后救援靴 救援头盔 我们都是一套的 这是水域救援服 这是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这个背包里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求是 72小时自我保障 这个所有的单兵 就是单个人 三天之内 所有的这个水 所有的这个食品 都是我们自己保障的 凤凰卫视 是蒋小峰付托 九江江州镇报导